第九姐妹,大家早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 诗篇第七十一篇 七十一篇,第一节说 耶和华,我投靠你 求你叫我永不羞毁 求你凭你的公义打救我 救保我,车耳听我,拯救我 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 你已经命定要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严实,我的善战,我的生 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脱离不欲和残暴自然的手 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 求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 我从住母胎被你扶持 使我出母腹的是你 我必常常赞美你 许多人以我为怪 但你是我坚固的必然所 你的赞美,你的荣耀 中了并瞒了我的口 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力气衰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去我 我的仇敌议论我 那些归探要害我命的彼此上一说 神已经离去他了 我们追赶他,抓納他吧 因为没有人打救 神啊,求你不要野虑我 我的神啊,求你叔叔帮助我 耶那以我性命为敌的 羞毁被灭 耶那谋害我的 受辱蒙羞 我却要常常盼望 并要越发赞美你 我的口中了 要诉说你的公义 和你的救恩 因我不及其数 我要来说 主耶和华大人的诗 我但要提说你的公义 神啊,自我年幼时 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 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去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你的大人指示后世的人 神啊,你的公义审高 行过大事的神啊 谁能像你 你是叫我多经历重大极难的 必使我们复活 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求你使我 越发昌大 又转来安慰我 我的神啊 我要苦舍称赞你 称赞你的城市 以色列的圣者 我要谈情歌颂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 我的嘴唇 和你所属我的灵魂 都必欢呼 并且我的舌头 必中热 易入你的公义 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 已经蒙羞受辱的 愿神庆祝祝他的话 弟兄姐妹 大家早 那当我们戏读 这篇诗歌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诗人呢 基本上有两种的心情 第一呢 他是非常急切的祈求 因为呢 从第一节到十二节 你会一直看到说 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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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再加上呢 第三节的愿 这个愿 那共有八次之多 那第二呢 就是颂赞 因为 由第十四节起呢 你就会 常看见这几个字 看到赞美啊 传扬啊 歌颂啊 欢呼啊 以及诉说 这类的 颂赞神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 可见 世人心中呢 先是充满着一种 恐慌的祈求 然后呢 慢慢的 他就转为 欢喜的赞美 所以 作者呢 是谁 其实不太重要 但是他 他是谁 而他的祷告 却为我们留下了 一个经历和榜样 所以使到普天下人 都能够效法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这首 诗篇呢 其实是 借着祷告呢 使教力呢 变为松赞 弟兄姐妹 你生命当中 有没有教力 有没有忧力呢 但是我们看到说呢 这个诗篇 这个作者呢 就教导我们怎么样 借着祷告呢 使我们所繁忧的 所教力的事情呢 变为呢 一个非常漂亮 美丽的一个松赞 一个诗歌 好 我们首先 慢慢的一个来看 第一呢 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 第一节 第一节这边呢 我们看第一节这边 好 我们先 第一节他就说呢 耶和华 我投靠你 求你叫我永不羞毁 世人一开始呢 就讲出 他祈求的心声 有没有 然后十二节 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啊 我的神啊 求你叔叔帮助啊 所以我们看到 世人 教力的求神帮助 为什么世人 要向神求帮助呢 当然是因为 他遭应的难处啊 但是为什么 遇到难处 就求神帮助呢 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 一直说 我们遇到难处 一定要来到 世人面前 世人给我们看到 几方面 第一方面呢 神 因为我们的神 是公义的 怎么说 在第二节他说 凭你的公义 打救我 然后他说 救把我 拯救我 所以呢 世人呢 就是作者啊 作者就凭神的公义 而来投靠神 所以 公义呢 神的公义 才是可靠的 才是值得 我们是 去 投靠他的 所以 唯独公义 唯独公义的神 才能够明白 是非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才能够 断定是非 唯独存有公义的神 才能够主持公道 对不对 所以 不会受贿辱 或者是呢 虚妄争执 所以唯独公义的神 才会听 人的这个申诉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呢 有不少人 寒夜莫百 有焉无路数 因为他找不到公义 真正的 这个申诉的对象 即使在法庭上 有时候也有不公义的事 有怎么样呢 有判断错误 或者是有判错案的 或者是有偏事的 或者是有受贿辱的 司法不公正 就叫人怎么能够信得过 怎么能够依靠呢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或者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觉得 司法不公正 或者是法庭不公正的情况 但是呢 弟兄姐妹 唯有 耶和华神 耶和华上帝 是公义的 谁犯罪 谁就受惩罚 无人能够例外 其实被称为 赫神性的大卫 犯了罪 他也受到 几重的惩罚 因为 我们的神 是公义的 第二呢 那作者为什么认为 他有问题 他会来到死的面前 是因为呢 他相信他所信靠的死人 是坚固可靠的 那我们看看 第三节 他说 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 你已经命定要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 脱离恶人的手 脱离不义和常暴之人的手 世人求高神 很明显 他求神拯救 因为他认识到 神是坚固又可靠的神 那他这里有两 三个字 非常特别的三个字 这里说 磐石 还有岩石 磐石跟岩石 都是表明一种 非常坚固 非常安稳 非常牢靠的 那种的 给我们那种感觉 然后山寨呢 山寨是什么 山寨其实就是堡垒 或者是银宅 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所以世人不但 有这种的 祈求 他更有这种的认定 那他认定什么 因为他认定神 就是这样的一个神 他认定 这位神呢 是能够给他 当然兼顾 给他当然安稳 跟饶靠 而且呢 一旦他投向 奔向神 神就是他的宝脸 神就是他的银宅 所以 故此呢 他就来呼求神 第三呢 因为呢 他知道他所相信的神 是给他盼望的 从第五节 我们看到说 主耶和华 你是我所盼望的 从我年幼 你是我所依靠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 作者 是人 所以他向神求助 是因为他知道 神就是他的盼望 也就是他的依靠 那弟兄姐妹 这不是空头 谈白话的 随便说说的 乃是呢 从他从小的时候 来经历的 怎么 从哪里看得到 他这里有说 从年幼的时候 他就经历到神 是他的依靠 怎么样 六节有说 从他出母 父期 他就经历到神 是他的帮助 经历到神的扶持 所以因为他过去 就成就了 他今天有这样的 一个盼望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纪念神 神经怎么拯救 那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的经验 成了我们今天的盼望 成了我们今天的 一个的宝握 虽然在别人看来 觉得好奇怪 但是呢 神在他 切实很宝贵的 一个避难所 第七节有说 神就是他避难所 然后别人 怎么看他 不再重要的 重要的是 他自己得到 真正的帮助 真正的依靠 所以 神就向他显为正式 然后他又说 第九节 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丢去我 我力量 衰败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去我 那弟兄姐妹 他年轻时的经历 就成了他年老的一个盼望 那弟兄姐妹 神不光是 是我们人 青少年 充满活力的时候的 自信的朋友 他更是我们专业 而稳健职的良师 而且他更是我们年老 我们年老的时候 衰败时的盼望 所以神不会 丢去我们的 神仍然就会与我们同在 可能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心灵 可能会衰残的 但是呢 当我们人衰老的时候 神乃是我们心中的盼望 令里面的力量 最后呢 我们就是看到呢 他也因着敌人的压活 所以他来到神面前去 第十节到十节 说 我的仇敌一路我 那些贵汉要害我命的 彼此上一座 神已经离去他 所以我们最敢他 抓拿他吧 因为没有人打救 因着仇敌的欺压 作者求告神 因着敌人的那种 抵挡他 所以反对他 而且又议论他 所以这种议论 就好像发出 恐吓的一个留言 使到他内心很恐惧 他自己呢 就觉得自己能力 当薄 无所依靠 所以神就是他 唯一的出路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 摆在人的面前的 如果是一个冷酷的 这个景况 压力重重的时候 有一种使人喘不过气来 有时候我们更是很孤独 孤独或者是 各自独立的去面对 这时弟兄姐妹 不要忘记 神就是你的依靠 不要忘记来到他面前 向他求靠 然后呢 我们再看 最后就是从十四节到二十四节的 就是一篇 松赞喜乐的词句 十四节一开始就说 我却要常常盼望 并要夜发赞美你 世人的心井 弟兄姐妹 你可以感觉到吗 世人的心井就开始变了 他的内心开始充满松赞 是出现的歌声 从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四节里面 他歌颂神的作为 为什么 因为他歌颂神是公义的 第二呢 从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 他歌颂神是他的拯救 十六节 他歌颂神是他的大能 十七十九节 他歌颂神是他 他取门的作为 而且 神取门的作为 是他 数算不尽 是过于他所知道的 那之前呢 作者是因为神的公义 拯救而向神取求 但是现在呢 因为他曾经经历 也体验到神的公义 体验到神的拯救 体验到神的大能的作为 就开始起来歌颂神 是的 弟兄姐妹 当人想起神 和神无数作为的时候 心中就会怎么样 就可以涌出一种 充满一种感恩 和一种松赞的 一种的忆恋 然后一种的激发 你要去歌颂神 所以 私人歌颂神 是因为他经历神 神让他 经历做一些 急难 然后呢 神也让他 经历神的安慰 神也让他 经历 神的诚实 22节 然后经历神为他 解困 使到他从 敌人当中 不至于蒙羞 所以弟兄姐妹 当人有这种 经历的时候 人就会 经不住的 要来歌颂神 我不知道今天 早上你怎么样感觉 但是我一边在 跟大家分享 这首诗歌 分享这个诗篇的时候 我心中也开始 不断有出一种 赞美的一种冲动 一种的 一种的 怎么说 这种的经历 要起来赞美神 无数的 充满在我心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因为私人经历的 不是一种想望 也不是一个理论 而是事实的 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人曾经 多方面的经历神的时候 我们 我们是不能 不各颂神的那种感觉 可能你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一旦一些经历的人 他心中呢 就会发出这种感觉 他心中会说 我不能不赞美神 弟兄姐妹好不好 这时候呢 跟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感谢你 我非常感谢你 因为当我们来分享 这个事片的时候 主我们里面 涌流出一种 想要歌颂你的感觉 因为 主啊 你实在太美好 主啊 不但是 世人 这个作者 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生命曾经 也有这样的经历 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公益 你就是我们的帮助 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就是我们的山灾 你就是我们的高台 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一切 大大小小 主啊 我们心中要涌出 一种歌颂赞美 主啊 我谢谢你 主耶稣基督 帮助我们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难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记得就是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就成为我们的安慰 你就成为我们的平安 你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 祝福我们当中 聆听今天早晨 领受的弟兄姐妹 无论他们面对什么困难 就开始的 开口来赞美 开口来思想你 你过去怎么让我们经历你 主啊 我要向你现象感谢 我祈求你 以我们 继续与我们同在 带领着我们的脚步 主啊 谢谢你 我要将我们一整天的生活交托 让充满跟赞美 充满我们这一整天的生活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得神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上帝祝福你 我们明天再见